来Q流程吧,我这个是主持人 那么这个,毕竟我是这个阶外阶段最小的嘛,对不对 一个是货总,一个是货总,我也没听懂 这个叫什么职位最低的 所以我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对吧,开会都是我来主持吧 嗯,好的,行,那高宗请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对你不只是喜欢的时光男团年会直播间 我是主持人高助理范京伟 也是对你不只是喜欢的时光男团魅力担当高恒 此处应该有掌声 好了,欢迎高总 霍总 我是,我是,等一下 我想让我们介绍自己啊,我觉得啊 怎么每个人都有title是吗 对,每个人可以有一个title 就是我们是那个什么,就是我们是那个男团组合嘛 每个人必须得有一个自我的介绍 那个我是对你的样脸 不安的时光男团里的,我是,我算是氛围担当霍晨东 掌声鼓励一下 掌声鼓励一下 这么简短,应该吗 潘总来吧 潘总必须得来个长的 你来个长的 我是咱们这个男团的唱天 哎不,说错了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微声明 又是唐宇 也是我们对你不只是喜欢时光男团的reaction担当 也不知道怎么是有一个这个title 什么叫reaction担当 reaction担当 嗯 reaction 这个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制造一个悬念 那为什么说他是reaction担当呢 可能需要你们俩 以及哎,现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去猜一下 为什么是有这个title 好不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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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们两位老总都已经介绍完了 我们进入这个会议的下一个议程啊 哈哈哈 这个为了庆祝时光影业的男团这个再次相会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小惊喜 现在我们好像你们已经收到自己的隐藏任务 了 反正我也是收到我的隐藏任务了 然后呢 意思就是我们完成这个任务呢就不会被惩罚 嗯 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就要接受惩罚 啊 吓得我喝一口水 哈哈哈 然后具体什么任务我不知道啊 嗯 然后反正惩罚的内容好像是可能要让 呃有有入起床铃声 又让人唱歌 又让人撒娇啊 反正有这么多这个就就就就看大家这个 别聊爆了怎么聊聊自己的身份了是吧 行 没问题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要不先聊一会 我觉得也行是吧 对啊 毕竟好久不见了 我我觉得真的我我跟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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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总 我跟霍总刚聊了一小会了 然后你刚刚也说你在拍戏吗 对 首先得让你保贵一下你的时间 你有没有就是想跟这个我们这个交代的啊 哈哈哈哈 我刚看有人说让魏老师跳坑木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 其实我是因为咱们不是破这个武艺了吗 咱破武艺的时候我呢是确实是准备了一小道舞蹈的 但是呢没想到现在就是马上要快六亿了吧 应该 对但是这武艺的舞蹈还没发出来 所以我想想我可以把那个难度稍微再增增加一点 然后呢把这个本来准备的武艺的舞蹈呢 就变成咱们快六亿的时候 哎如果六亿破了的话 再把这个舞蹈发出来 怎么样 我觉得有点加倍的意思 我可以替粉丝发个言 嗯 嗯 我们都要 都要 五亿六亿七亿八亿 咱们都要 哎呀 我都让唐总一个人 这个五亿跟六亿我来 后面的你俩也得参与参与 对我的意思就是霍总也得参与 是吧 啊 对 而且我刚刚你知道吗 嗯 今天冬天的期许就是做一个舞啊 虽然就是四肢不协调 但是还是必须跳 没有 你忘了咱们当时拍的时候不也有那个 对吧 跳舞呀 或者什么 咱们一块录抖音 那个你没看我学了好久吗 我学了都不行了 都学不会 没事 我给你降低点难度 你来一个手势舞就可以 哦可以 怎么样 哈哈哈 哎花手不行 咱们得来点稍微增加点难度 到时候我给你挑一个 不好记得录一个 好可以没问题 老范肯定是那种就是对吧 男团的舞蹈你不得来一个 因为他们让我他们让我准备一个女团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想看我跳女团舞 哎 这大家都爱看你我们要不一啊是吧 是都来是吧 哎 都不敢说 那1010亿 10亿要啥干啥 10亿咱不得来个三个人合体的 必须的你在哪我飞去哪我们我来给你订机票 我这么说吧我现在就在哪呢我现在就在咱们拍戏的同样的一个地点一个位置 我现在厦门 然后来现在现在外面天有点黑了 刚才是从那个沙滩的边上正好到了车里 就是那个咱们经常拍的那些沙滩 我知道 同样的景同样的地方 对 然后我就想哎一会儿能见到你们了就很开心 是有缘分有缘分我们去去吃海鲜吃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下面有一个特色里面是叫什么洞什么洞什么东西那个东西 我们当时一直没感觉什么熔牙洞还是什么 不是有一个东西像像那个豆糕里面是某种海里的橙子 我让他叫什么哦那个东西 哦土损洞土损洞对对对没事我这样到时候我呢把这东西都买好 你们但凡能来哎我就给你们拿到面前 怎么样我真去就去把你吃破产我真的去我最近饭量机 真的假的我真的可以去那高助理那个一会儿安排一下机票啥 咱们订个时间10亿咱就把一事给大家 好嘞好嘞好嘞好记下了记下了 那个那个高总你帮货总订一下那个机票啊 先先你先电付一下那报销的事咱们没事找桃总报销对吧 报销都得找唐总跟货总一起签字可以可以可以 没问题你们刚才是进行到哪拍了我来的是时候不 其实就是你来的特别特别特别是时候我们也才刚开始 然后我们马上就齐聚了就是因为本来才可能知道消息说可能你要晚来一会儿 因为这场戏还比较顺利对然后然后然后可能说你那边时间比较紧张 我们说赶紧哎电电厂结果发现你来了这么早就太开心了 然后就是想多听听就是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一个游戏环节吧 我们的游戏环节 安排了一个游戏哦哦哦就是什么呢叫考验我们三个人的默契 嗯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默契还是有的啊还是肯定可以的 但是可能也就还是可以考验一下的嗯就是这个游戏叫什么呢叫你画我猜 嗯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三个人依次画让另外两个人猜 嗯啊可以猜个两三轮嗯然后谁猜的准猜的好啊我们谁就获胜嗯好吧行有纸和笔吗 有啊行已经准备好了咱们东西都得非常到备的东西都备好了 你们有那个题目吗自己自己想题目也行或者是你们呃给到你随便画吧 对不对随便画吧随便画吧行好那我们就各自画吧 对我们编换没说呗是这意思吗啊先话吗 编换编老料呗是吧行就是谁先画完谁先让谁猜呗行没问题 哦行行那我就我就画一个东西还是画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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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还是说什么都可以我觉得是吧 我想想这好难啊你不会画出一幅世界名画了哈哈哈哈你太高顾我的水平了哈哈哈哈我想想我想画个什么我想想 我们要尽量的画的有有一点点难度好不好好 但是不能出现那种字啊词啊特别明显的提示对吧他们说让我关美颜我这美颜怎么关我没开啊 不是他这个自动开的我刚刚调了半天把他那个全部都就是关掉他就会没有他就写的是有点麻烦是的我这我这地方主要是光光 前面就是前面就是一个大镜子这镜子两边有两个那个镜子反光对有两不是有两个两个灯车里吗 哇我看我找找啊 我开没眼了吗你帮我看看 我看我这点都是五呀 你们已经开始画了是吧这么认真吗已经在画了 说不易极强哎呦我天 我们要尽量增加一些难度我就是画的就是稍微不具象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就有可能 才能体现出来我们是有默契的好不好好 同学说你们就是什么哈哈哈哈 他亲自不记得我自己画就得逗笑了哎我最近我真的我天天玩这个东西 什么意思玩什么东西我买了一个你画我猜的一个桌游 这么厉害吗对呀你看这个我不给你先不给你看我这个桌游就是有个小画本然后送的笔我就是拿这个画的 嗯 嗯 嗯 我最后一个字好难啊 好难画啊哈哈哈好难画呀 哇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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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我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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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应该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啊你们画完了吗 差不多了 我画好了一个啊我也画好一个 谁先开始要不要不我躺走 啊 哦哦这么着吧我先来我先来丢人的时候我先干嗯 我帮你放大我才能看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能看到吗 我看见过 这样是不是就好点了 啥西天 猜这个 能问一下几个字吗 三个字 当然这个东西也是在咱们剧里出现过的 唐三藏 很接近了 三个字 三个字 你可以这么理解 跟它是有关的 然后又跟剧里的 具体的一些台词也有关系 唐森肉 嗨里是你 这都能猜出来 我知道为什么呀 为什么 我记得那场戏拍的时候我在呀 嗯 是唐星 那次看到了唐总 说你这块唐僧肉我一定要尝一尝对不对这句话 嗯对没错 没错没错 我记忆犹新 我说这个唐松肉形容的太准确 对啊 这个唐松肉 我要给编锯个大鸡腿 唐松肉当真吃一口 我好我好尴尬 就什么来着 我也忘了 我也选了这一题我也画了一个这个 你画了一个哪个 我画的是也是这个画的是这样的 我看看我看看 怎么切一下怎么切 你穿这个 哇 哇 哇哟 这个你们能看出来是一个什么东西吗 肉 花肉吗 花肉 就是一个肉 所以是 哈哈哈 我跟你说 其实这道提示有点送分给我 也只有我能猜到了 如果发的这么隐晦的话 嗯 就是意会对 对 我跟你说 你 你这个不好 你这样就有点就是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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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对不起你这个title了 你就得换title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画的真好 画真好 哎 你们为什么都会选唐松肉呢 是不是觉得 这个可能会难一点 其实 嗯 比较抽象很难形容 我想就画一下看看 这样 我非常想让大家猜一下我这个 嗯 展示一下 我给设设围一下主画面了 好 大概能看得懂吗 这是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和第四个字 一共四个字 嘴强猪剑 哈哈哈 你 不是吧 这不口 这不嘴吗 唇 你猜中了2.5个字了 2.5 2.5 诶 我给你提 给你们提示 给你们提示 这个是说我的 说你的 嗯 呃 最强助攻 对不对 谐音字 是吧 什么 嘴最最最最强 对吧 一一不是个嘴吗 嗯 第二个是强 猪 然后这是射箭吗 对吧 最强 这是个弓 这是个弓箭 对 所以是最强助攻 啊 我受到了大大的震惊 那那这把这这把是这样的 你这个厉害 博豪没得分 我们俩没得分 两分 不是人家博豪画的是最好的 他能复得分也有点过分了 但是我猜的是最大的 哈哈哈 好像也是 那我们再来一轮怎么样 再来一轮 再来一轮 行 毕竟比的不是画工啊 对对对 范哥你这行啊 你这这这这很这很传神 只是我没想到那个方向上去 因为我天天在玩这个 包括下次我们见面 或者唐东我们见面我们玩这个 他有意思 不是我跟你说这个我我确实是我画是不太能行的 你知道吗 尤其是就是当时就是参加批歌的时候也是 嗯 画那个东西 我不知道你俩有没有看那一期啊 就是在画的过程当中就是就是非常的 嗯 就是让别人猜不出来 哈哈哈 你需要我们这个当时啊 当时啊当时我画了一个行走的鱼 嗯 行走的鱼那首歌你们肯定听过 对吧 咱就说当时我画了个什么你们还有印象吗 我光见你跳舞趁歌了 没好看 我看你的美颜去了 一共有几首歌在舞台上 会唱不会看 哈哈哈 啊 那个薄荷跟我说说啊 你听过哪个啊 那咱那个触舞台还是就是很仔仔细细的看了呢 这个其他的就是 啊 飘移也没看是吧 江三的歌没看 啊 除了这首还有什么 啊 啊 这是有看的啊 这是有看的啊 其他的呢 其他的呢 啊 还有一个就特别燃的是飘移吗 是那个吗 飘移也有 有有一个四个人当时有一个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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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马呀 一人一爆炸 一人一爆炸 对 一人一爆炸 当时那个舞台很帅 很帅啊 很帅啊 会唱不 算了算了 这两个字我就是看的比较仔细的其他的可能稍微就是 博豪应该得会唱 博豪应该得会唱麒麟吧 哈哈哈 对啊 齐麟你不得 齐麟你总得会吧 是不是 哇你来到麒麟了 我也觉得 来到我挺我挺想听的 咱 咱那个 真的 这个还是有一点点那么 不会 不会是吧 一人一爆炸是吧 你可以 一人一爆炸 允许看歌词 那麒麒麟挺难的 挺难的 飘移总行吗 接轮的 飘移咱完全记不住词 咱就乱唱 那看起来一人一爆炸 干杯 这几个都都行 在边话边唱 这个阶段的角色 对 好不好 你就当BG 一人一爆炸 你起个头杯 唐总 我起个头是吧 哈哈哈 怎么怎么 我也忘了第一句怎么唱 啊 嗯 哈哈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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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任务吗 老板 我又 我又就是用我精湛的画工画出来一个小画 有人能猜得出来吗 考验我们默契的时候到了 魔鬼 哈哈哈 真的吗 你确定吗 嗯 不好看呢 呃 等一下我还在画 呃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魔鬼 一梯 走啦不是 是 呃 呃 呃 三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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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字 对好好想想我升级了一下难度 小魔鬼 哈哈哈哈 小魔鬼 哎 小魔鬼 有对的字吗 有 有 小 对 小 这看起来就是也不是很大 小霸王 哎可以 哎 又是你猜对了 又是你猜对了 可以啊 好厉害呀 小霸王 所以 所以就是依旧是不好 没有猜对 我是不是哪里 就是这个思维出现了问题 我真的猜不对 我 我给你个机会 你先展示一下 这个可以就是大家猜一下 也也挺就是反正有点难猜 我感觉了 必须妥妥的 这种 这是个啥呀 这上面是三个字 哈哈哈哈 然后就是这样的 这是个小人 我知道了 你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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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也不是啥也看不出来 什么东西这是 我知道了 哈哈哈哈 第一名冠军还是啥 唐总你就猜吧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跟你们 你就猜吧 我都猜出来了 小泰呀 不是这是 这是 这 唐总我提醒你一下四个字 四个字 对对对四个字 四个字 四个字 又猜出来了 哎牛了 我这个 太厉害了 我这个我真的天天玩 天天玩什么都知道 嗯 我是 我是 我是有点 我是 你看 现在就是一个领奖台 然后这个人站在了 是不是这个第一名 第一名代表着什么 冠军啊 冠军 好 那这个哈哈哈哈代表着什么 哈哈哈哈代表着什么 开心 呃 在 在外放一点 哈哈 在外放一点是什么 试一下 比较怎么会成拉冰冠军呢 这人也没跳拉冰 哈 哈 重点是要看这个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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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字 哈哈是什么 一般形容某一个人的特质 四个字的哈哈 对四个字 哈哈 这个人说半季重剧 搞笑冠军 搞笑冠军 也不合字吧 接近了 接近了 接近了很接近了 你想想我们是一个 团队 我们这个团 团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什么 什么担当什么 冠军担当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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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搞笑担当 嗯对好 担当对了 什么担当对了 冠军担当 也不是第一名担当 搞笑担当 搞笑担当吗 那是什么担当 幽默 搞笑担当 我看看下面的评论啊 开心吗 搞笑 癫工担当 癫工癫婆是什么 笑担 癫公癫婆的意思就是指这个人是个比较神经病的一个人 然后所以就叫癫工癫婆担 不是 范老师还是厉害 搞笑担当 没有 我不知道画得准不准 对 对你看哈哈 这个人拿了个冠军嘛 然后他站在最高的位置 然后他就是我们三 这就是咱们三个人 这些咱们三 然后这个人是你们是搞笑的 所以他就是搞笑担当 博豪这个画出一支 我觉得确实是可以 确实是可以 确实是可以 哪呀 确实挺难 还拿了个冠军 这能看出来这个奖杯不 哦 这样 画的确实不错 但确实也没猜出来 哈哈哈 那就是特别画的不行 就是没猜出来 没往那方面去想 我给你们猜一个 我给你们猜一个 我这特简单 好 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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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先猜到 咱毕竟是个游戏嘛 对吧 我觉得画的还不错 这把 我必须拿下 我必须拿下 谁输谁 威我五十 好吧 来 有点多 打个几个行不行 有点多 这是啥 这是第一个 吃瓜 好了 我又没有机会 我刚刚也想到了 我刚刚也想到了 吃瓜 吃瓜 那两个人不对的怎么办 是不是 我给你们五十 你别整那个 你肯定是你的隐藏任务 威不威五十的这个事 是不是 我就告诉你们 我隐藏任务其实我觉得太难了 我要让魏老师给我威我五十 我觉得我能完成就看魏老师愿不愿意了 哈哈哈 你说给你发红包是吗 对啊 他说威我五十 如果说威你五十是你的隐藏任务的话 你可能完不成 因为我不可能比你五十 至少我得比你五百吧 谢谢唐总 哈哈哈 我愿意看 我在旁边 这个任务完不完成也无所谓 这个任务完不完成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 对对吧 但是确实这个这part 我没想到还挺有意思 因为这个一是遇见到了这个补豪的这个画工确实很精湛 然后也看出来了老范这个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画 哈哈哈 对 他会把哪个字拆开的形容词 对 精准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下次咱们要不要见面玩一下这个 可以 可以 以后我们公司的团建就用这个吧 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确实要跟你们说声抱歉 因为我要继续去拍了 所以这个可能我占用大家这么一两分钟的时间 在用仅限的时间里在跟大家我们这部剧 因为现在现在已经到了这部剧播的最关键的时候 因为大家看到了前面有很多这些拉扯 然后互相的追求的过程 即将要迎来最美好的一个结果的这个部分 每一对呢也都会收获到各自的爱情 对吧 所以在这种时候呢 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喜欢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物 每一个角色的支持和喜欢 对于我们整部剧的一个支持和喜欢 也是跟大家先提前说一声感谢 因为从开播到现在 如果不是因为大家的喜爱 不是因为大家的这么一直的去追我们这部剧 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点击量 不可能有这么多热度 和大家对于这部剧里面的角色人物和剧情的探讨 所以我要再次感谢每一位 就是能够成为大家 能够在茶余饭后去想起来 有这么一部剧 今天要更新了 我想去看一下 我想要去拉着我身边的朋友和我的家人一起去看这样的一部剧 对 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在拍摄的时候 很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一部好的作品 对 因为时间就是有限 那我就先撤了 好不好 那个临走之前夸我们两句呗 对 夸夸吧 夸夸吧 夸夸你俩吗 夸我俩呗 你俩还用夸他们都在心里 哎呀好了够了 是不是 对吧 一个 是吧 是这个 一个是二大 一个是博豪搞笑担当 最好的朋友一路以来就是整部剧都在不停的被我递死 哈哈哈哈 我看的时候也都觉得 光帮你背过去了 对 光背过去了 一个是我的情感指导 对吧 一个是我身边的亲密战友 很感谢这部剧里就是我们配合的这么好 所以期待十亿的时候你们出现在我面前 我直接飞过去 我就立个flag 没问题 我就立个flag 我去一下 ok 那我就先下咯 对吧 好 好嘞 你们继续 配好大家 好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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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 拜拜 直接挂了就可以了 哎呀 不好